90岁破产老人在就业 帮别人跑车 竟获得4万高额佣金 这样出小力赚大钱的事 肯定不是什么好活 所以在运输货物时 他忍不住好奇打开了那个神秘包裹 发现里面竟是满满当当的毒品 老爹下得赶紧拉上拉链 然而就在这时 一位嫉妒警察好死不死地出现在他身后 老爹不可避免地心跳加速 他强装镇定用车上的栗子 挡住装有白粉的袋子 和嫉妒警察解释自己去给外孙女送栗子 但警车上的嫉妒犬却狂叫不止 嫉妒警察没有在意只当警犬尿急 这里只有他和一个九旬老人 又怎会有毒品 老人见状准备逃走 可在开车前一秒 看到一旁的药膏 他有了方法 老爹将药膏抹在手上 下车抚摸警犬的鼻子 警犬在刺鼻气味的刺激下停住狂叫 嫉妒警察没有多想 牵走了嫉妒犬和老爹败别 还助他旅途愉快 老爹本是一个花农 经营着自己的小花园 但随着网购的普及 老爹的花园经营不善 被法院强制收走拍卖 无处可归的他终于想起家人 于是他带着行李投奔女儿 没想到女儿一见到他就变了脸色 他妻子也没有好多少 指责他打扰外孙女的定亲 原来多年来老爹只顾着工作 忽略了家人 即使是在女儿结婚这样重要的日子 他也没有出息 女儿因此对他彻底失望 不再和他说话 自知理亏的老爹只能离开 这是一个男人找到他 得知老爹去过全国所有州 从未发生意外后 就给他介绍了一个运输工作 老爹没多想就答应了 老爹按着约定时间 来到指定的轮胎店装货 发现里面四个壮汉举着枪 警惕地看着他 他们看到老人破旧的皮卡石 不是很满意 想拆了他的车 作为一个退伍老兵 老爹什么危险没遇到过 不允许他们拆了自己的老朋友 让他们直接将货品装到后备箱上 几个壮汉同意了 临行前他们警告老爹 不要好奇打开袋子 还给了他一个手机 要求电话一响必须接听 等到了指定地点 把车停好留下钥匙 人离开一个小时后再回来 到时报酬和车钥匙会留在他车里 老爹没有深思 带着货物踏上了送货之路 老爹一路悠闲唱着情歌 很快就来到指定地点 一个小时后他回到车上 果然在发现了车钥匙和一个信封 老爹没有想到只是一个简单的运货 就能得到如此丰厚的报酬 一个男人突然敲响他的车窗 递给他一个名片 夸奖他这次干得不错 以后如果缺钱了可以联系他 老爹知道这种出小力赚大钱的工作 一般不是什么好事 老爹拿着这些钱包下 外孙女婚礼上的酒水 他女儿和妻子这才允许他参加婚礼 但依旧没有给他好脸色 妻子说他因为工作丢了家 老爹回到花园 看着上面被拍卖的字样 决定再干一把赎回花园 为了方便运输 老爹用余下的钱买了一辆新车 再次来到装货点 他们将比上次多一倍的货物 装进后备箱 并给了他一部新手机 老爹拿出上次的手机 和男人说自己还留着 男人接过就手机直接掰断丢掉 警告他送完货 手机就要立马销毁 老爹的第二次运输 依旧完成得很好 这次的运货老爹得到比上次多几倍的报酬 他赎回了房子 男人到老都还想着消遣 他来到自己光顾了几十年的酒店 却发现酒店因为火灾 已经经营不下去了 如果有人能拿出两万五的闲钱 酒店或许还能开下去 这样被有面低是老爹自然不会拒绝 他爽快掏钱 在所有老友面前赚足了面子 庆功宴上 一个老友起轰要不要资助他们 把游泳池也给休息一下 老爹没有拒绝掏出了余下的钱 没有了钱 老爹只能再次踏上送货之旅 这次他实在忍不住好奇 半路趁四周没人 将车停在路边查看 没想到袋子里面竟全是毒品 老爹赶紧拉上袋子 难怪自己跑一路就能得到别人一年的工资 与此同时大量毒品的涌入 引起警察的注意 他们从上级那里调来击毒探员 负责本案 探员通过调查 掌握了毒贩安提的犯罪证据 但他并没有抓安提 而是利用他打入毒贩内部 他们从安提这里知道了毒贩运毒的全过程 这才知道在毒贩内部 将帮他们运输的人称为骡子 因为老爹的出色表现 让毒贩老大注意到他 打算让他去运输足足100公斤的白粉 因为价值过高 毒贩老大派的心腹狐狸和另一位心腹 全程跟踪老爹 于是等老爹再一次来到装货点时 就收到狐狸的警告 要求他全程根据计划行驶 不要做其他任何事 他还趁老爹装货时在他车上装了监听器 没想到老爹完全不听 半路看到路边车抱胎的夫妻 他主动停下车去帮忙 来到指定的休息点 还叫来美女服务 完全不顾车上的货物 第二天更是改变运输路线 来到一家餐馆 请两人吃了三明治 他来这里的唯一理由 就是这里的三明治是西部最好吃的一家 老爹在运货的同时 也在享受着生活 但监督他的狐狸只是为了工作 根本感受不到老爹的快乐 等他们交完货 狐狸对他的忍耐达到极限 他得毒贩老大打去电话 说老爹根本不服管教 是个刺头他想杀了他 可毒贩老大却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只要货到就没关系 老爹的特立独行说不定 还能帮他们逃过警方的追踪 很快老爹又接下任务 那天他们刚要出发 狐狸就被一个警察拦下 询问他们两个墨西哥人来小镇有什么目的 这时老爹和警察解释 这是他雇来搬家的工人 他们不仅价格便宜 还比中介介绍的能干 说着还主动打开后备箱 给警察送糖 后面的狐狸都紧张到准备掏枪 老爹还镇定地给警察手里塞糖 最后警察带着糖离开 不再为难狐狸两人 老爹又一次完成任务 还突破了毒贩的运输记录 毒贩老大给老爹举办了表彰会 贴心地给他安排了美女服务 晚上老爹找到狐狸 劝说他应该停手 可从小无家可归的狐狸 早就把这里当作了家 根本不打算离开 老爹回到家 参加外孙女的毕业典礼 因为外孙女是在他的资助下完成学业 所以家人对他的态度明显好转 与此同时探员再次收到安提的消息 最近出现了一个新骡子 他在4月份运输了121公斤的毒品 5月份运输了172公斤 6月份运了231公斤 而且最近他又接了任务 将一次性运输足足300公斤的毒品 探员得到新骡子的运输路线 知道他是用一辆黑色皮卡运输后 就带着人马去抓捕 他们在路边蹲守 注意过往的黑色皮卡 可他们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他们下意识认为白人女人老人不是骡子 专钉其他人种 被他们认为可能是骡子的凶狠男人 只不过是个路人 他们因此错过了老爹 探员又得到老爹休息的酒店 他们立马跟了上去 根据望远镜看到的人群 排除了女人孩子老人后 他们怀疑上了一个持枪的暴躁男人 派出警员直接抓捕了他 但在他房间里只搜出一点点毒品 他不是这次行动的目标 老爹通过窗口目睹了一切 他知道警方抓的就是他 可他没有害怕 第二天一早还主动坐到探员身边 充当了一次情感导师 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告诫探员不要因为工作忽略家人 不然最后就会像他一样 变成一个孤家寡人 老爹继续上路 这时他接到孙女的电话 孙女告诉他外婆身患重病 已经没几天可活了 他希望老爹能回来看看外婆 老爹拒绝了 他的运输容不得半点问题 可想到病危的妻子 他还是不顾危险回到家中 妻子看到他是很是意外 但内心深处非常欣喜 这么多年来他虽没有理他 但还是深爱着这个男人 另一边失去老爹踪迹的毒贩和警方 都陷入了恐慌 要知道老爹这次任务 是运输300公斤的毒品 他们都不允许这300公斤的毒品失踪 老爹陪着妻子度过了最后一段时光 他向妻子坦白了一切 告诉他自己通过什么赚钱 女儿对他也有所改变 愿意和他平和交流 老爹终于承认自己 没有做好丈夫和父亲的角色 父女俩达成和解 几天后老爹的妻子 还是没有战胜病魔 离开人世 葬礼过后老爹又得继续自己的运输 离别前他女儿邀请他回家过平安夜 老爹激动地答应 然而他这一曲 注定回不来 他刚上路 就被一直寻找他的狐狸看到 他们趁老爹上厕所时 堵住了他 面对他们老爹坦然承认自己违规 任由他们处置 大胡子向老大汇报老爹的情况 毒贩老大让老爹先送完货 再处置他 这通电话也被警方监听到 得知老爹接下来的运输路线后 直接派出直升机和无数警员 在老爹的必经之路堵他 这次老爹没了之前的悠闲 一脸严肃 他已经预想到自己的结局 在警方设定的关卡前 匀速减速 主动下车双手别在脑后投降 这个年迈的老人会是他们追击的毒贩 老爹被告上法庭 律师利用他的年龄和退伍军人的身份 为他开罪 但老爹却直接认罪 因为他知道即便自己逃过法律的追究 也逃不过内心深处的罪 最终老爹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女儿彻底原谅了他 让老爹出狱后和他们一家人团聚